本来是想拔插箱的 结果不小心把插座给拔了下来 但让女人惊恐的是 连接插座的并不是电线 而是一缕头发 再顺着那缕头发 再去整面墙皮意外涂落 带灰尘散去 她看到了一具藏在墙里的尸体 准备好了吗 韩国经典恐怖片 鬼灵 现在封上 这部恐怖片的经典之处 就是真的有鬼 故事开始 这个女人叫志远 是家报社的记者 因为报道了一篇圆角的文章 得罪了一些不法分子 现在遭到了恐吓 于是志远被迫搬离了现在的住所 巧在这时 志远的闺蜜胡田表示 她家正好有一处闲着的房子 如果志远没地儿去了 她可以先搬到那里住 之后志远就搬到了这栋大房子中 出于礼貌 她没有住主人的大卧室 而是把走廊镜头的杂物间给收拾出来 攒住在这里 但是当晚她又接到了恐吓电话 所以隔天志远就准备去电信公司 把电话号码给换了 不巧这时公司的系统坏了 只有一个号码可用 所以志远就搬离了这个号码 但还是从这个时候 怪事就开始 首先是她与闺蜜带着孩子鹰猪 去参加花展的时候 她的新号码就响 第一遍志远没有理 第二遍被鹰猪接通 但当鹰猪接通后 她不知道听到什么表情 变得异常诡异 且莫名的焦躁大喊大叫 其次是志远当晚在家中的主卧 发现了一个长发撕毁的女人 不过当她想触碰她的时候 她就醒 仿佛刚刚她就只是一个噩梦 隔天志远陪着胡婷 带了鹰猪去做检查了 医生表示还在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因为受到了惊吓 而产生的情绪紧张 家长只要让她多休息 多安抚下 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但真的是这样吗 当晚当胡婷的老公 想与她匆匆时 鹰猪就很突然的出现在了屋中 并且在胡婷眼中 她仿佛是另一个女高中生的样子 昨天 两夫出差拜托志远来照顾鹰猪 当志远想哄鹰猪睡觉时 她透过客厅的玻璃 看到自己背的人 却是另一个女孩 而非鹰猪 还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在平时看起来 都是一副很正常样子的鹰猪 可一旦胡婷与老公 有什么恩爱的动作 事情后 鹰猪的情绪就会突然大变 她会摔他们的合照 大吵大闹 甚至是打胡婷 总之只要胡婷与老公 有丝毫的恩爱动作 她都会妒忌 愤怒 无奈的胡婷 就只有带着鹰猪 就看了心理医生 可医生却是表示 这是每个孩子 在成长的过程中 都会经历到的问题 是短暂性的 然而旁听的志源 却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在鹰猪的身上 定是发生了什么 因为所有的怪事 都是从街道那则电话开始的 所以志源找到了同事 帮忙调查她的通话记录 同事爽快地答应 并送给她了一个防狼神器 当晚的雨吓得很大 志源在驾车回家的途中 电话响了 于是她只有把车 停在了路边 并接起了电话 然而电话接通了 那边却只有一些奇怪的声音 并没有人说话 同时她也发现了 站在公交车站 可是这个女孩却很是奇怪 途中竟一句话也不说 只会莫名地咬着小手指 志源无奈 就顺着她所指的方向架去 但在拐弯的瞬间 她险些就撞到人了 当志源急忙下车 想查明情况的时候 在车前却什么都没有 紧接着志源的眼神 告诉我她好像想到了什么 再朝着车上看去 车上的那个女孩 竟也莫名地消失了 之后的志源没有上车 因为她觉得这里很是熟悉 果然再转个弯后 她看到了前面 那不正是自己 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吗 昨天同事帮忙调查的结果出来了 她没有查到 那个电话的通发记录 但她倒是查到了 另外一件很蹊跷的事 那就是拥有过这个号码的主人 其中两个已经死了 一个死于撤祸 一个突发心脏病 看起来并非她傻 但事情确实很是故意 之后志源顺着这个线索 继续查了下去 她查到那个死于撤祸的是一名 出出车司机 她很勤奋 有梦想 不可能自杀 那个心脏病突发的是 一个年轻的女士 死于电梯中 在电梯中 怎么会突然犯了心脏病呢 不过据保安回忆 她的死相呢 是相当恐怖且诡异 这不像是正常死亡的 倒是像被什么给惊吓死的 而且调查后的志源发现 他们的死亡都是从 换这个号码 并接到一个电话开始 再联想到 自己换号后的奇怪遭遇 以及她与英主 那下意识的微动作 这会让她有种不祥的预感 忽然 晚上出事 她的同事先打一步 被那恐吓者给找到了 并杀害 然后就轮到了她 不过当事人 要对她下手的瞬间 志源的电话响 但这次却被这名黑人给接的 于是她下场凄惨 志源却意外获救 身为记者的志源 也算是见过大场面的 她很快的便调整了过来 并在隔天 她准备继续调查 不过在出门的时候 她就偶遇到了林家的小孩了 记得刚搬进来的那晚 她听到了一曲 很好听的钢琴曲 她以为是女孩弹的 所以就热情的上前称赞 不曾向女孩却表示 自己的母亲 是不允许她在晚上弹琴的 以后她直接离开 女孩的话又让志源稍在的 看了一眼的洞房子 当天志源找到了这家 也是这个号码的第一位使用者 金河的家 不过金河的母亲却告诉她 金河已经失踪很久了 而后通过与金河母亲 及金河的同学交代 志源把整件事情做了个梳理 金河有两个尾号为6644的号码 一个是9726 一个是9998 并且金河也是个9998的敌人记住 她把这个号码 作为情侣号送给了一个男人 志河现在还没有查出这个男是谁 但她敢肯定 金河很喜欢这个男人 之后金河就失踪了 金河的母亲就把这个9998的号码给取消了 只留金河常用的9726 但得到9998这个号码的人都离其死亡了 所以志源就猜测 金河的消失可能与这个男人有关系 或者就是这个男人傻的 因为这个号码可能被金河给诅咒了 所以得到他的人都会遭遇不幸 那么这个号码现在正巧就被志源给得到了 并且还被英珠给接到了那个电话 那英珠的某些奇怪举动 可能就是受到了金河的影响 或者说此刻的英珠就是被金河附体了 不过听到这里又或者说 听到了金河这个名字的胡婷老公却异常激动 他一概之前的甚至大发力听地警告志源 不要再管这件事 可如果志源与胡婷是普通的闺蜜关系 那他所做的确实有些多余 但英珠却是志源生的 他怎么能不管呢 其实胡婷是不能生育的 但他却很渴望有个自己和老公的孩子 所以他求助了志源帮忙生下了英珠 虽然英珠是在胡婷那长大的 但他也一直把英珠视为基础 他认为要想英珠恢复正常 那就还得从金河的身上下手 于是隔天志源就找到了 曾经和金河很好的一个女同学 在他这里志源又听到了一个有关金河的故事 金河和那个男人是在一个雨天认识的 那天在大雨中等公交的金河 就被这个男人给碰见 于是男人就准备稍打一程 并很体贴的低大手帕 途中抽中播放的音乐就是那首月光作名曲 男人称他很喜欢这个曲子 而后也不知这俩人是有意的还是故意的 一个天天在那里等车风雪无阻 一个天天碰巧准时经过 就这样一来而去的 这俩人就好上了 期间金河是知道男人是有家的 但为了爱 他还是义无反顾的与他在一起了 为了那两人更喜欢自己 金河就跟同学拼命的练着月光作名曲 随着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久 感情越深 金河就变得愈假淡了 他会开始嫉妒男人的妻子 开始因为男人随随携带他与妻子的名字命名的首帕 对男人大唬大叫 反观男人也蛮眨的 他觉得他们之间本来就是玩玩 可现在金河不想玩 想转正了 那男人不干了就提出分手了 但他并不知道 这个时候的金河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之后的男人就不再与金河玩偶遇了 不再接他的电话回短信了 而金河却还傻傻的坚信 这个男人还会回来的 每天写日记素相似 然而这个日记就很巧的 背和他很好的同学看到 这也就是最后金河为什么把这个同学给折磨的 自残失从失明了 志源再来到金河的家中 在他的书架上 果然找到了那本日记 同时他也看到了和金河在一起的男人是谁 于是之后志源在这日记 找到了胡婷的老公 质问他和金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金河现在到底在哪 因为志源觉得金河的消失 是与他有直接关系的 并且志源还警告男人没有事件 果然在胡婷这边出状况 当志源刚回家时 他就看到了湿漉漉的鹰猪已经来到这 并且他还控制志源与胡婷不能阻止的 从楼梯上滚下 不过好在从往医院及时 抢救了过来 但这也让志源意识到 在那个家中听是有着什么 所以金河才会控制鹰猪去哪里 不过当他回到家中 想查明情况的瞬间 他的电话又响了 接藤后是一针刺耳的尖叫声 紧接着志源就像魔针了一样 爬去拔开花 但随着他看到开花里面的头发 以及用力拽着后 整面墙皮都被他扯下来 带灰尘散去 他看到了一具藏在墙里的尸体 当他上前扯开那人脸上的塑料后 他发现这人不正是失踪的金河吗 那么金河为什么会在这里 难道这真的是胡婷的老公干的吗 然而在他转身的瞬间 他看到了男人 不过此刻的男人 似乎并没有要杀人灭口的意思 竟转身离去 这一幕都让志源猛了 不过再随着男人出去 他发现了已经倒了的男人 志源感冒上前查明情况 但胡婷从他身后出现 他电影了志源 当志源清醒过来时 他已经被胡婷给绑在了椅子上 同时也让胡婷陷入了回忆 那一天胡婷开着车 带着孩子从娘家返回室 他正巧遇到了男人 与金河在一起 而后来到了男人的办公室 就发现了金河 送给男人的另一个号码 并且里面都是金河 与男人之间的一些情话 胡婷看后 他强忍着愤怒地保持理智 而后他更是约出了金河 想与他谈判 是要钱还是要命 金河当然全都不选 他只要男人 既然话不投机 那胡婷就只有使出杀楼箭 只见胡婷一言不合 就跪在了金河的面前 祈求他离开男人 他会给他任何他想要的 但金河听后却得寸钦吃 他想要胡婷与男人离婚 并表示男人已经不爱他了 还死缠烂打着 有意思吗 说着还要打电话给男人 让他告诉他们 他到底爱睡 胡婷见死一个没忍住的 就给了金河一巴掌 同样这巴掌 也给金河的火打了出来 于是这俩人就互掐了起来 胡婷的意识 大意让金河沾了上风 在他反抗时 则一下子就把金河推到了楼下 再随着金河来到楼下 他看到了金河还没有完全断气 似乎还想着要给男人打电话 但挣扎了片刻后 他总算是不动了 稍稍冷静下来的胡婷 就准备处理金河 还是这时金河的电话就响 不用问这肯定是他老公打来的 当胡婷想去捡这个手机的瞬间 金河有如回光返照的突然站起 这一下经得胡婷抄起身后的工艺品 再次朝了金河的头上砸了几下 见他终于不动了 胡婷则把他搬到楼上尽头的房间 钉在墙上并弃在里面 搞定完了一切 他还不忘优雅的带上钻戒 似乎在宣誓主权 本以为这件事会随着时间掩埋一辈子 但没有想到金河居然死后作业 闹得志源撕开了真相 所以现在胡婷觉得志源也留不得了 虽然很舍不得 并且他还准备导演一出好戏 他让世人觉得是男人杀人藏尸 并被志源发现 而后干掉志源 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完了 所以就自杀了 幻想很美好 但他忘了 这部片里是真的有鬼 所以之后金河再次出场 他成功的拉着胡婷吃了盒饭 第二天 当志源清醒过来时 他被莫名的松胖了 同时也看到了死不明目的胡婷 还有那个死了几个月 却依然坚持瞪眼的金河 辛苦了 这下终于可以安息 故事的最后 随着志源把手机丢进了海中 本片到此结束 不过这手机的质量是真的好 到了水里还像呢 总结下 这个故事就是借着墙中藏尸的幌子 讲了一个伦理的故事 男人出轨金河 金河要尚未逼宫 却意外害死自己 不过死后却意外拥有超能力 俗成立鬼 然后就开始活活人 活活他的同学 活活用他号码的人 反正就有种我死我有理的感觉 最后把男人的一家伙 间接或直接地害死了 这下好了 可以一起去下面 继续上演伦理大忆 还有胡婷的执念也蛮深的 但这孩子离婚不就好了吗 但因为他从知道自己不能生育 到终于拥有鹦筑后 他的想法就有些偏质了 他希望能让鹦筑 生活在一个幸福的环境中 什么都给最好的 所以就有了只远三偶不许离的想法 想想这种人也蛮恐怖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